好,那咱们现在要写一写购物车那个页面了 在这个地方右键写上JSP 这要写JSP了 刚才写一个你可不写 在第二个页面上写JSP了 写什么呢 这里写个叫Carvel JSP 在这里面做什么呢 我就想展示你购物车里面的商品是多少 那购物车的商品在哪里有呢 在Map里面 那Map有在哪里呢 Sension 所以依此类说要想得到商品先得到Map 要想得到Map先得到Sension 是不是 这么推理嘛 那在这里面要写 您的购物车的商品 如下就这么写 HM 好,那写交换再好了 JSP 百分之好 第一个商品 先获取到Map Sension可以直接写 可以吗 可以直接写的 刚才存值的时候是扣一个叫什么呢 叫SedAttribute 那我现在拿这个Map 我直接用叫GetAttribute 这个地方不能忘记了 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你这写的是Car 你在这就写一个Car 得到什么呢 好,注意这个地方它仍然是Organ的 但是你得手动写了 Ctrl1是没有什么的 没有什么 下一个 SedAttribute 第二个 Map 等于它 导包 这个导包Ctrl7L没用 Ctrl1没用 熟悉还不一样 等会儿我先把它导出来 你看 ALT一架正写杠 导这个 这个是导 它导包是这么写的 ALT一架正写杠就可以了 这个强转的话也没有什么Ctrl1了 把这个烤杯直接熟悉到它 好了,得到Map之后 那接下来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便利Map 最好先对Map做一下 判断 如果它不等于空 我就或许换了 便利Map直接这么写 这个Name 然后Map点上K3 这个地方就得到K 得到K之后 Map点上Gent K 我呢就得到Value了 Street Value 好了,那现在有K有Value K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 K是商品名称 Value呢 商品个质 好了,那现在 我要写这样的一串 H3 H3 0 就是直接写商品名了 商品名 直接是 比如说iPhone7 然后呢,有多少个呢?空格 然后,个数 或者我们直接写好一点 叫名称 毛号 加上名字 然后空格再加上 数 然后再加上 就是说6加多少 我打算写这样的代码 那这样的代码怎么写呢 这样的代码是不能写到这个加位句话里面的 这样的代码是不能写到这个加位句话里面的 这个地方写什么 iPhone7 这个地方写什么 iPhone7 是什么呀 商品名称 也没直接写个K在这 应该写的是 兼扣号 然后 百分号 等于 k 这个地方写成 兼扣号 百分号 等于 百分号 这个写到这 这方应该写成叫 数的 毛 好了,那写完了 这个到底有没有啊 最好 再转航航一下 重新发布一下 那在咱的浏览器上面呢 反过一下 来了 点击 继续购物 点击 去购物车计算 可以不 可以 来 进去购物 ok吧 把这个东西放前后 这种设计就是 map集合里面的先后设计 你们自己调吧 好,那这是咱们这个简单的 购物车实现 其实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sension里面呢 它可以通过 send attribute的 还可以通过 我们先进去 全部都会 做到 我们先进去